哇,你看,你看,这啥呀 这石头中间,哇,一个好漂亮的,这是个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今天又来赶海了 我们现在山东日照,这个天气啊,是温度挺高的 家长们可以带孩子来这边玩一玩,来赶赶海 现在呢,这边是刚刚吐下潮啊 走吧,咱们下去先赶海 这是个什么,这个可碎了 不过看这下面还有肉呢,这是个什么情况 你看,哎呦,这是一只大雪嘎,吃着一只小雪嘎 看看,这个已经被吃,肉已经被撕开了 这是个小的,这一只,这一只大 刚刚那个肉还,还透出来了 现在已经要逼上口了,逼上了,逼上了 这只好大呀,我把它扣出来 哇,这一只,这个大小怎么样 这只很可以啊,特别的肥美 这个大的,咱们带着了啊 哎呀,这吃的,这个壳都逼不上了 这个小的不要了,被它吃剩下的 咱把这个大的带着,收了 往前走一步又发现一只 哇,这一只,也是那个吐着肉的 哇,这个鞋嘎,好新鲜啊 我把手扎进去,哇,开始咬我了 看看看看,就跟个梅亚老太太似的 哇,这个肉太肥了 真的很过瘾啊,把它掏出来 哇,这一只,这只个头也不小 一点都不比刚刚那只小 个头也是很不错的 收了啊,带着,上货了 哇,你看,前面这一只 这一只也太肥了 这个肉完全暴露在外面 哦,闭上了,反应到很明明 这只特别的肥啊 我刚刚已经从上面看到下面 连它的上字眼都看完了 看,哇,这只 啊,闭得特别的紧 我把这个钳子拿出来 这只个头倒不是那么的大 比刚刚那几只个头要小一点 但是这一只很肥 收了啊 这些石头底下,我们看看看看啊 那边沙滩区那个古堡都扣完了 我们再进去旁边礁石区 哇,哇,哇 这只大鲍头也太猛了吧 三只啊,哇,好过瘾啊 天啊 这 这 成坡的这个 成坡的巴掌鱼 底下还有一只沃沙了 这只个头还算小一点呢 这也太过瘾了 一下抓三个呀 今天这个赶海太轻松了 说了啊 这边这个排水口啊在非常涮及的放水 我们从这边斑斑石块看看啊 看看有没有冲下来的,咱们先捡了 看这个石头中间 这个下面是有货的 看到没有,看到这两个小区域了 这是鲍鱼耶 哇,肉好肥啊 这边还有呢 看 这个也是一只鲍鱼 这上面,哦呦不止一只耶 诶 是个石块 我还以为是两只呢 这边又一只 哇 这个也是一只鲍鱼 这上面,哦呦不止一只耶 好漂亮这个鲍鱼 我把这个石块打开看看 哇 底下还能翻出来 这上面还有 哇 这一下子是一串 三只 这这个鲍鱼太多了吧 这是来开会的嘛 这下面好像还有 这是刚刚翻的时候钓下来一只 这边,哦 看看看 这边还有 石头上都吸的这个鲍鱼 看 这上面 哎呀 你看看看 真的 爬着 哎呦回 吸太紧了 哇 我把它打开吧 它意义不舍的 这这只鲍鱼 哇 把它这个 上面的壳都吸掉下来了 像刚刚钓了一下就一只 又一只 这一把的鲍鱼啊 我也数不清楚到底多少个了 咱先给它收了吧 放在上面 那这边这个沙单上 有个这个好漂亮的这个海葵哦 看到没有 看长的眼睛似的这个海葵 好像缩了 我把它拽出来 长到石头底下的 感觉有点麻烦 哎呀 转进了 转的好快 嘿 哇 这个个头不小 这个海葵 下面石块的太多了 哇 要拽断了 拽断了 它跑了 那海葵特别的漂亮 让它在里面长着吧 也挖不全 反而可惜了 哇 你看 你看 这啥呀 这石头中间 哇 一个好漂亮的这是个 珊瑚啊 哇 这个太漂亮了 这个珊瑚 长得好完整啊 特别的完美 洁白如霞 这回家放个鱼缸里面 应该特别的漂亮啊 好漂亮啊 上面还是被浪打上来带着这些藤壶呢 哦 这是虎台 不是藤壶说错了 这回家再清洗吧 好漂亮好漂亮 这个咱收了啊 包装里面带着装饰品 后面不知不觉的就已经长潮了啊 它会长得还挺快的 我们今天收货的这个珊瑚 我真的是特别的喜欢啊 它捡了一些吃的 包装有什么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